假设我今天要抓到自动产生今天日期的话 其实很简单,至少会有两个函数可以帮你自动取得你要的时间 日期跟日期 如果你只要今天日期的话,那你可以插入函数 接下来找到那个 类别里面有一个日期及时间 这一个,OK 然后日期时间呢 往下拉到大概快要最下面吧 你会发现在这个函数里面有个today 请你点选这个today,按确定 再按确定 它会自动帮你抓到今天日期 5月19日 另外呢除了用today之外 下面这个格子你可以再插入函数 另外一个也可以,哪一个 往下找 其实我是建议啦,这个函数这么多了 如果你要真的把ecell学好 没事的时候稍微瞄一下 里面它有哪一些函数 然后呢 顺便底下 也稍微看一下 每个函数相应的解说 因为它就是 每个函数到底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你把它这些函数了之后啦 以后大概你也慢慢就会对 以后如果刚好要用到 你就想,哦对 我好像曾经在哪里看过 有哪个函数它可以办得到 那你就可以直接试试看 理论上应该都可以得到你要的答案 理论上那个 刚刚有today 另外还有个null null 可不可以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today跟null 他没有任何的引述 为什么 因为他直接就抓系统的时间 帮你放进来而已 就这么简单 按确定 你会发现 结果 一模一样 那你想说 老师为什么 today跟null 两个一模一样 干嘛放两个 对 时间 null会比today 多一个时间 你怎么知道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栏宽拉宽一点点 再把这两个格式 怎么样 选起来 这两个选起来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 格式里面预设 是没有时间的 所以你可以按右键 储存格式之后 请你选择 这个数值底下有个时间 然后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有 年 有月 有日的格式 我少这个好了 找这个 年月日 10分 不要秒 10分就好了 OK 确定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用today的话 他只会停在哪里呢 停在12点 am 如果说你今天呢 用now的话 他除了会给你年月日之外 也会给你10分秒 OK 年月日 10分秒 都有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将来要去计算 讯息里面有时间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考虑用now 他可以帮你把那个 年月日10分秒终终带过来 那如果说因为有年月日10分秒 对不对 可是呢 问题你只需要什么 你只需要年 怎么办 特别是哦 在插入函数里面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叫义尔函数 义尔函数做什么 其实就是把你一个完整的 日期 或者有时间的话 可以把那个年的部分抓出来 只抓年 因为他年月日 一个日期 有年月日 那你不能说 我要年怎么办 一定 记得就是用义尔 那如果我要月呢 用month 如果我要天用day 那如果我要时间的时 那就hour 那就mini second 应该可以理解 那怎么做很简单 一 假设我要 我举个例子 只要抓那个 哪一年的话 那你用义尔 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给一个时间 给一个那个日期 你会发现哦 如果你用义尔函数 他就只会去抓什么 你这个日期里面 是哪一年 按确定 2017 那如果你要月的话呢 一样嘛 你没有用过month 不过你可以试试看 这边有没有 month 往下找 month m开头的 month 按确定 然后找一个那个 日期给他 5月 他回来就5月 那day 所以就在年月日 那所以后面的部分 请各位顺便练习一下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总共有 today now 那你可以顺便练习 后面有个 year month day 就是年月日 hours mini second 所以总共 练习 6加2 所以总共8个函数 但是刚刚这里 today跟now 两个 在year month day hours mini second 你都可以把他 那特别之后 这个部分 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往后 你要做年月日 10分秒的计算 你还是必须用 刚刚讲的 这些函数 才有办法做计算 不然的话 你不能 全部给你 全部给你啊 你有6个 年月日10分秒 到底我要帮你计算哪部分 你要告诉我啊 那你要怎么告诉他 就是用刚刚讲的 那6个函数 才有办法把资料抓出来 才有办法做计算 不然很麻烦 OK 稍稍别注意 那 可是其实相对的 还是 那个日期的计算 还是非常麻烦 所以后面会 交过一个函数 叫Dedif 这个Dedif 就是很轻松的 可以帮你把 年月日10分秒 你什么都不知道 没关系 反正你靠他 其实计算那个 年月日10分 年月日 你10分秒没有 日期靠他 其实就非常够了 比如说呢 我们今天 在这个 范例底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 Dedif 然后上面是 Dedif的相关叙述 它里面总共会有 六种参数给你 这个六种参数 是做什么 就是 要让你去 计算 日期里面的什么部分 年月日 那后面还有什么 YM 是 扣掉年之后的月 还有 扣掉年月之后的日 你要想 为什么要这个 其实关键就在下方 下面有一个问题 这个人的生日 那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能够 算出这个人 的 生日喔 不是只有 算出他今年几岁而已喔 我还要能够算出他今年几岁 然后又几个月 啊 最后还有几天 你要怎么算 以前的话 你要光想到这个问题 就头痛了 对 还要再开始 可能拿计算机 是不是 当然这 这就不OK 尤其好像 有很多像算保护的那个 费用问题 所以这个当然就不行 而且差一天 差一天 其实就是问题很大 所以如果说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很简单 DATIVE 就可以搞定 Y的话 可以算他几岁 YM 是可以算他 扣掉 税之后的月 MD的话 就可以算出 年月之后的日 那三个全部可以串在一起 可是这一集比较难的是什么 他串完公式会非常长 一大串 其实你们在那个 讲义里面应该也可以看到 讲义里面 讲义后面 我这边有一个那个 计算 在应该27 如果是简报的号码上面 应该是27页 那最后的那个 答案 这么长一串 年 月 日 OK 那这个要怎么做 这个地方 难度比较高 不过 绝对也不是一次做完 你可以分批 先做某部分 第一阶段做完 再第二阶段 再第三阶段 那当然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第一个 怎么样把这个 DATIVE的函数 先做出来 那你可以先练习一下 上面有个DATIVE的练习 比如说这个 在结果这边 你可以先插入一个函数 那这边有个DATIVE函数 你把它插入 不过你会发现 DATIVE 它比较特殊 你插入函数之后呢 我们前面都是在 这里面可以找到 我们要的函数名称 但是你会发现 D里面 居然找不到DATIVE 可是 这个函数很重要 那为什么找不到 其实根据官方说法 因为这个函数 它 是在那个 像以前 没有ECL之前 没有ECL之前 你们用什么 对 LOTUS123 对 所以你回答出这个问题 你有把你的年龄 透露出来 因为 这个东西 至少应该有 30年 应该差不多30年了 他大概30年 在DOR 可是看起来很年轻 以前那个 没有ECL 就是前面 有个LOTUS123 它是在DORS 环境底下的 那个环境里面有DATIVE 可是 这个DATIVE 很好用 但是因为ECL 他也想用它 但是有专利问题 他没办法直接 把它放进来 所以呢 他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他这里不能出现 但是你可以用自己打的 可以用打的 但是这边 插入函就找不到 应该可以理解 那个 那个部分 因为官方说法说 这个是为了 相容LOTUS123 但是有专利问题 他没有办法 帮你直接放在这里 可是你可以 藉由 输入的方式 所以这边 不能用插入函数 那怎么输入呢 一样等于 这个可能要自己打 比较麻烦 DATE DATE就是日期 DIF 这个可能要 比较麻烦一点 这个可能要背一下 因为常用嘛 那要不就是你讲义留着 将来可以参考 DIDIF 看一下讲义里面也有 DIDIF DATE DIF 打到小写都没关系 DIDIF 前刮壶 前刮壶之后呢 后面需要给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 比较前面的日期 就是他的生日 逗点 第二个日期是 比较后面日期 比较后面日期 也就是结束日期 那我这边是 用点的 然后选 A3 逗点 然后 B3 再逗点 第3个问题是 那你要比什么 后面不是有什么YMD YM这些 那你就是 双引号 打一个Y 再双引号 打一个后刮壶 记得这个地方 要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 就是 双引号把它包起来 这个是必要的 刚同学有问到说有些地方 是不是一定要双引号 如果打双引号 一定要双引号 没有双引号就一定会错 这没办法 因为它是固定规则 它如果需要一个文字 那你就一定要给双引号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你就按打勾 他就帮你算出 26岁 什么26 意思是说 从1980 到2006 中间经过了26年 那 不过特别注意 Dedif有个特性 就是 他 会帮你除了算年之外 他会再去帮你比对 月 月跟日 到底有没有满 也就是说 各位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结束日期 8月15到10月12 后面的那个日期有满了 所以他会帮你多一年 如果你把那个结束日期 10月的部分 改成8月 那8月10月 本来是8月15 1980 到结束的 10月是多一年 可是你如果把他改8月按Enter 会怎么样 你会发现 他后面的 年 会少一年 为什么 因为他会再去算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满 月跟日的部分 如果没有满 他不会帮你多一年 OK 所以这个是比较精确的 他不是说只把你的年两个相 抓出来之后再减 没有 他直接 会看一下年跟月 那底下 我想你就把他向下填满 然后呢 把后面一个改成什么 M Y加成M Enter一下 那你会发现 他会帮你算出 两个日期 之间呢 相差几个月 OK 相差几个月 这个 这个部分Daddy不最好用 为什么 因为 以后你就不用去管 一年 哪一个月 是31天 30天 还是 29天 还是28天 基本上呢 那一样 他也会帮你去 算一下 你的 日的部分有没有满 如果我又把 10月12号 改成 10月15号 他又满一个月Enter 你会发现 他后面的这个 月的部分呢 他又帮你加一个月 也就是日的部分 他也会帮你算进去 其他像 日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Y再改成D D的话是算 相差几天 OK 9000多 然后Ym的话呢 就是我刚提过 我扣掉 年的部分 我不比年喔 我比月 两个日期 年不管 因为 假设啦 Y已经算过了 那我就比那个 剩下的月 相差几个月的话 那你可以用Ym 其他还有Md Md的话也是一样 Md的话是什么呢 如果你的 那个年跟月都比过了 那剩下日 你再帮我比一下 所以你可以用Md 那为什么会需要 了解那个Ym跟Md 其实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要算精确年龄 第一个你先算Y 他两个日期相差几年 剩下来的 再用Ym算他的月 再剩下来的 用Md 算他剩下来的天 这三个 加在一起 就可以帮你算出 底下的这个 精确到哪一天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在这里下显示什么 这个人 比如吴丹雅这个人 他的生日是1972年的 8月5号 那我要 希望在后面 显示什么 显示一个完整的 那个 他的生日 就是 他今年几岁呀 又N个月又N天 那这个地方 该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试着 了解一下DATIF 再试试看 底下这个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那当然 感觉上有点难度 可是其实 只要掌握绝窍 应该OK啦 试一下 试一下 DATIF 这个DATIF 非常好用 但是 他不能用插入函数 你只能自己打 OK这个他缺点 DATIF 日期很麻烦 不过 DATIF 很多地方 就可以搞定了 那待会我们看 呢个